好,我们再看正上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词汇叫做 Mehr der Verknüpfungen Mehr是海洋的意思,中性名词 那么Verknüpfung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 用德语解释的话就是说 In einer inneren Zusammenhang bringen Zusammenhang是内在的联系 也就是说将一些事物的内在联系联系起来 或者是内在的关系联系起来 这叫做Verknüpfungen 往下面看呢,我们的左下方有一个词汇叫做 Ede-Wart Wart我们刚才讲了 Zenling,Ede用德语解释的话是说 Gedanken, Verstellung oder Gute Einfach 就是一些好的点词 或者是主意,想法,创意 好,那么它的旁边叫做 Dünen des Ehrtuns Dünen这个词是阴性名词 指的是沙丘的意思 也就是那些 Durch den Wind aufgeschütte Sandhüge 就是通过分沙形成的这样的 有沙子堆称的小山丘 叫做沙丘 这叫做Düner 那么它后面的Ertum的意思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Farsche Verstellung oder Handlungsweise 就是一些错误的 比如说认知方式啊 或者是行为方式 那么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 就翻译成的是错误了 好,那么在左下方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词 应该是在中间 叫做Faller Fjord 那这个词的话呢 首先我们知道 Fjord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它是峡湾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种 Tief ins Land Innerer Rechende Schmale Lange Strikte Bucht 就是这种小的 窄的 这种海湾 我们叫做峡湾 那么Fjord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 Ertumliche Unterscheidung 我们当然在中文的时候 也会翻译成 跟Ertum一样的意思 它们也是一个近义词 或者是同义词 在小湾的旁边呢 有一个叫做 Lust am Lernen Delta Delta呢 是三角洲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的长江Delta 珠江Delta 对吧 然后Lust am Lernen Lust 是兴趣 在哪方面的兴趣 Am Lernen 学习的兴趣 在它的下面呢 有一个词 叫做Bildungsstand 它指的是 Die Stufe der Bildung 那就是我们的 教育水平 学历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叫做 Fluss der Erfahrung Fluss呢 是我们说的 河流的意思 那Erfahrung 是什么意思呢 用德语解释的话 指的是 Elepnis Durch das Mann Kluge wird By Praktische Arbeit Oder durch wiederholung Eine Sache Gewonnener Kenntnisse 那么它指的就是说 一些让人变得 更聪明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呢 我们在实践当中 或者是重复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获得的一些认知 一些知识 那么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 通常会把 Erfahrung 翻译成 经验 下一个词叫做 Gwissheitsgipf 那我们看到Gipf的意思 就是商风 顶风的意思 我们经常说什么峰会啊 我们也用的是Gipf这个词 就是风 风顶 那么Gwissheit 那么用德语解释的话呢 它的意思是说 Ein Zicheresgeführ 这是一种确信 肯定性 所以说 你非常的相信自己 确信 Gwissheitsgipf 那下面呢 有一个词叫做Lernen Lernen这个词是 大家非常熟悉 不过的了 大家最早在学动词编位的时候 就可以拿它来做过练习 那Lernen的意思呢 大家都明白 它指的就是学习 而学习的话 在德语当中呢 对这个单词做出了解释 就是说 Einfeich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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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意思是说 这是一种能够将你记忆当中 你所存储的一些内容 和一些新的想法 结合起来的一种能力 那么Fantasy呢 我们指的就是一种想象力 你会由已知的一些东西 做出一个对未来的想象 好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词叫做 往下面看 Communication 一个阴心的名词 Communication的话呢 用德语解释 它指的是 Ferständigung untereinander 也就是说 能够让彼此相互之间 都能够理解 明白 那么我们在中文当中呢 我们翻译的是 交流 交际 沟通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舒了的词 那舒的话呢 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 我们中文的话 就是翻译的是 学校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指的是 Lehr-Einstadt In der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Durch Planmäßige Unterricht Wissen und Bildung Vermittete Wirt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接受知识的教育 下一个词叫做 Zwischenziele 那这是一个复合词 Zwischen呢 是之间 在什么之间 Zill的话 是目标 目的的意思 那么Zwischenziele的话呢 它指的是 Vor-Leufiges-Zill Dass jemand einsteuert 也就是说 我们暂时的 定的一个目标 我们比如说 我们有长期的目标 然后我们有短期的目标 这叫做Zwischenzie 也就是 我们目前先设定一个小目标 达成以后 我们再设第二个 最下面呢 有一个黑体字叫做 Information Information的话呢 它来源于动词 Informieren 那么我们通常在德语当中的话呢 我们翻译成是 消息 报道的意思 了解什么事情 大家在我们的右边的话 还会看到有两个动词 一个叫做 Unfinden 一个叫做 Unfinden Unfinden呢 是说 感觉 感受 一种感知能力 而Enterdaken呢 是发现 也就是说 It was bislam Unfinden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熟悉的东西 你发现到了它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彩图 它根据 我们有不同的 这样的词 那其实每个词呢 其实都跟我们的 这个Thema Wissen和Kernel 是相互连接的 联系的 你比如说 我获取我的知识能力的话 我可以通过 比如说 Ethium 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 也可以接受这种 Veterbildung 更深造 继续培训 或者是 Ausbildung 或者是 Fortbildung的方式 那我们获取一个知识 那为什么我要去获取它 那我可能有我的一个 Motivation 有我自己的一个动机 那么我也要对它产生兴趣 Lust am Lernen 要通过我的学习 Lernen的方式 比如说 我在学校获取 我通过一种交流的方式获取 或者也可以根据我的 EA发红经验获取等等 那也就是说 这些词 其实都是 Sophie-Le-Verte Haben Mit unser Thema Wissen und Kurnen 都是跟我们的题目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用德语解释的话 也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 因为本来Wissen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名词 好 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 图片当中的 这样的一些词语的意思 它的内涵 那么接下来的话 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第二题 Wissen oder Kurnen 那我们的题目 叫做Wissen和Kurnen 我们虽然说 用德语进行了解释 讲了是什么意思 但是大家还是能够区分 它们两者的区别吗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书上的第二题的R部分 有八个题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句子的描述 来判断 到底这句话是属于Wissen呢 还是属于Kurnen 大家可以最简单的 把它们两者的意思进行区分 就是说Wissen的话 一般是知识的意思 而Kurnen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能力 一种技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题 Fünf mal fünf Ist fünf und zwanzig 五乘以五等于二十五 那书上呢 给我们写出来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于Wissen 是属于一个知识 这个也是我们在小学学数学的时候 学到的一个规则 第二题 Armin Harry Liv bereits Nainton hunderte zixzig Die hunderte meter distance In zehn secunden 这个人 他在1960年的时候 就能够用十秒钟的时间 跑着弯一百米 那这一个的话呢 应该是属于一种能力 Kurnen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句 就需要我们自己 来做出相应的判断了 Am neunten november Nainton hunderte neun und arktisch Fiel Die Mauer von Berlin Fiel 动词原型 Fallen 倒下 Mauer von Berlin 就是柏林城墙 那么1989年 11月9号的时候呢 柏林墙倒塌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没错 属于Wissen 知识 这是属于大家 一个公认的 一个了解的信息 第四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句话当中呢 可能有几个生词 第一个叫做Zatos 这个词的意思是 翻跟头 Tampolin呢 是跳板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 他能够在一分钟 在跳板上 做78个 翻跟头的动作 那这个的话呢 是属于Koenen 因为就正如刚才 我们讲到的 100米用10秒钟的 成绩跑穿 一样 也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具备 这种能力的 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在一分钟之内 能够当78个跟头的 好 接下来 第五题 Demensh ist ein Zeugtier Zeugtier的意思是 哺乳动物 那么 这句话是说 人类是属于 哺乳动物的 那么这个很显然 是属于Wissen的范畴 因为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 一个信息 一个常识 第六题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Shälen 这是一个动词 叫做削皮的意思 Zwiebel 是洋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句话是说 三分十八秒钟 那这个人呢 他就削了 这么多公斤的 这样的洋葱 那同样的 这是一种能力 不是每个人 都能办到的 第七题 那毕加索的话呢 他通常就是 用寥寥几笔 就能够画一个草图 毕加索 之所以为毕加索 而世界上 也只有一个毕加索 那这显然 这是一种能力 库南 最后一个 Einstein 石头 是一个物品 是一件东西 那这是一个知识 这是一个常识 所以是属于 Wissen的范畴 那我相信 通过这八个练习题 大家能够很清楚地区分 Wissen和Kernand 它们实际的含义了 那么接下来呢 请大家跟我再看一下 我们书九十三页 在第三页的第四题 大家可以看到 叫做Wissen 有关于Wissen的一些习惯用语 那么首先的话呢 大家要做的是 也就是请大家 要先把左边和右边 进行一个配对 怎么样连接 才能够使左右两句话 衔接成一句 有意义的句子 那么首先给大家一点时间 大家好好考虑一下 做一下 然后我们才尽兴讲解 好的 大家做好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对一下答案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的话呢 书上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了 叫做Ich weiß Das我们选择D Ich nichts weiß 这个是苏格拉底的名言 中文意思叫做 我知道 我很无知 这是苏格拉底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说 当你认识到的东西 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发现 自己其实很无知 比如说 你不曾知道 有宇宙这个东西的时候 转变到 你知道 自己是生活在 这个实实在在的宇宙里边的时候呢 这个过程 你的见识增长了 你了解到了更多的东西 但是你呢 同时 见识增长的时候 也进入到了一块全新的领地 面对这个宇宙 你会发现自己知道了宇宙后 原来还有更多的东西是未知的 比如说黑洞啊 什么什么的 很多东西的话呢 都是未知之数 所以呢 苏格拉底会说 我知道 我很无知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句 Was wir wissen ist ein Dropfen 我们搭配的右边是 G Was wir nicht wissen ist ein Oceán 这句话呢 是来源于牛顿 那么 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 看到的就很清楚 也就说 我们所知道的 不过是水滴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片海洋 也就是呢 其实跟刚才 苏格拉底的名言非常的类似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知道的 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第三句 第三句的话呢 我们搭配右边的是F句 这书上说是来自中国的名言 他说的是 Wissen ist ein Schatz Der seinen Besitzer über ihn begleitet Schatz是宝藏的意思 Begleiten是陪伴 那么整句话意思就说 知识是会陪伴人终身的宝藏 也就是说 知识非常的重要 他能够从头到尾陪伴我们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活到老 学到了 一辈子都离不开学习 接下来这一句呢 第四句 我们搭配的是右边的A 那这句话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来自培根的名言 叫做Wissen ist der Macht 知识就是力量 第五句呢 Was ich nicht weiß 搭配的是右边的B 第二句 Machte mich nicht heiß 那这句谚语呢 指的意思就是说 眼不见 心不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不会让我感到激动 好 看不到 我心就不会烦 好 第六句 Quinst kommt von Kornen Kam es von Wollen 我们选择的是 C Mr. Escher von Steheisen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艺术呢 是来源于能力的 要是来源于主观意愿 就会很糟糕 就是说 艺术要有能力 观评良好的愿望 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 不管就好像你是去演戏的 你是去做演员 那你要有一定的天赋 如果你单凭着一个想法 我很想做一个好演员的话 那其实你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是说 Keiner kann nichts 那么我们就只剩下 E了 Keiner kann alles 那这句话我们看一下 Keiner kann nichts 左边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是什么都不会的 那右边的意思呢 Unt Keiner kann alles 那没有人也是什么都会的 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一无是处 当然也没有人是万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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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好的各位同学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 Lektion 8 整个第八课的第一课时 我们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看看 在今天的第一节课当中 我们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看到的新 Hazard 就改了这些ai 吗 我们准备转发展 我们在一起这些 下车眼下的第一 şey 我们下车眼前的 我们下车眼前的 意思呢 这